我對未來教室最大的興趣其實就是他的多螢幕的投影 我們可以很快的就是讓每個學生都可以看到彼此之間的螢幕 那也可以讓我可以很快的看到學生現在正在寫什麼在查什麼資料 那過去沒有這種功能的教室的時候 其實會遇到一個問題是 我常常要去看他的電腦螢幕 所以他其實就會牽扯在物理上的移動的速度 會變得非常的非常的沒有效率 那在這個地方其實我覺得這個效率是大幅的提升 那包含就是桌面上可以書寫牆面上可以書寫 甚至連螢幕上都可以書寫 這個東西我覺得是我們在進到未來教室最方便的 而且也是我們最期待而且也是用的最開心的一款 在這間教室因為是新的嘗試嘛 以往我們都是在電腦教室 然後電腦教室因為受限於空間然後包括設備 所以可能有時候在討論的時候會比較阻礙 阻礙視線 阻礙同學討論跟彼此的互動 還有老師跟同學的互動 那在這樣子一個開放的一個空間 他們其實就通常他們都會帶自己的筆電過來 所以就會比較方便直接把他們的作業叫出來 然後可以透過螢幕顯示的方式然後來促進互動 因為像我們這種實務課程的話 討論分析其實是占蠻大的一個比重 那在這樣子一個教室其實是可以讓我們充分發揮 來達到最好的學習功效 未來教室所有功能都是圍繞在方便討論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我覺得反而就是方便討論就是未來教室最大的潛力